這批相片是拍平民的 跟流行文化相似的地方 很多香港流行文化都是拍平民 都是講一些很自然的男人去追求很漂亮的女人 今天最後大家很不開心 或者很開心地撞了一些東西出來 都是拍平民 但你的相片拍平民是平民中的平民 如果流行文化是在拍或展示銀幕上的一個虛幻世界 我看你的相片就好像在下面看電影的觀眾 他們看完出片 笑了一大餐散場之後 其實心情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會不會回家後 繼續想回出電影的縮骨水 變形術等等 想要怎樣 還是我要切菜 今晚要煮飯 還是要上班 回歸日常的平民其實是怎樣的 你的相片給我的印象 就是他離開了電影院 看完歡樂今宵之後 作為一個普通人 他的面容是怎樣的 他的日常習慣是怎樣的 還有這些面容和習慣背後的那種情緒 我最喜歡你的相片其實是一格但有情緒 即是不用說故事 但其實有起承轉合 裡面有很多人的東西在裡面 而且拍平民一定很香港 香港平民得意的地方就是 香港很歷史上都沒有什麼皇帝 沒有什麼皇宮 譬如香港要搞一個很厲害的展覽 或者博物館 都沒有什麼皇室的東西放在裡面 香港最厲害的就是爭奏財 即是皇帝 但其實是平民來的 一介數民 而且不一定是正常的 那一批相片拍了很多平民 正常與不正常之間 甚至有些人與動物之間 我記得貓好像人一樣 人又好像狗一樣 即是情緒上 即是有那種平民面貌 平民就是那種 如果用英文說的 free spirit 很自由 他不是要擺姿勢給你拍 你的相片全部都不是擺姿勢 全部都是你見到這樣的情形 就用你的方法去構造出來 那種平民在日常裡面 他們的作色是怎樣 就用他們的姿勢 眼睛、頭髮、裝扮 各樣的東西 去講出一個香港故事出來 給我最大的滿足感 就是好像 我看書 如果看完第一課 叫流行文化 忽然間有第二課 叫謝思德 都是在講香港 但一個不是我常常的 這樣角度去想的香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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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